我们来看经济日报和信报在说 中国的十部委鼓励内需要刺激消费 汽车消费现在居首 包括促进城乡的消费 补短板 另外促进农村的消费 还有带动新品的消费 这都是为了扩大内需 刺激国内的消费 再来看另外一条消息 来自于文汇报 湾区建设首部就是 作为广东省来讲的话 4000亿投机件 另外就是设置了三年的规划 成绩轨道半年内出台 明年将会完成基础设施建设的整体规划